以史瓦蒂尼这个国家来讲的话 它对台湾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现在是台湾在非洲的 唯一的一个邦交国 但史瓦蒂尼大使们 他们不是对注意大或小 这个事情生气 而是张善政所讲的另外一句话 它叫做没有人听过史瓦蒂尼 怎么会没有 它是以前史瓦季兰 后来改名字 跟我们很久的邦交 对 史瓦季兰是英国的说法 那史瓦蒂尼是当地人 他们称自己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张善政 只能是让人家觉得非常的亚裔 为什么选举选到现在 会有这样歧视的言论 而且整个的国民党 除了刚才讲歧视女性之外 那还有之前陈移民那部分 在外交部前面 那还有拍掉人家女警的帽子 还一直为人家说保留保留 保留你是一个路人 那个事情被打骂 然后像怪阿姨一样 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夸张的 那他们对于其他的国家的一个歧视 像韩国瑜也曾经讲过 菲律宾来台湾 现在有些菲律宾的白领 来台湾来教英文 难道玛利亚是要来教英文 玛利亚当我们老师吗 然后讲不丹 其实也是 所以我觉得在这次的选举 选举对于我们台湾来讲 是一次我们每四年会遇到的事情 那对于台湾给国际上面的一个形象呈现 应该是一件民主的重要的事情 台湾在国际上面 特别是在亚洲上 我们是亚洲最民主 最有人权的一个国家 但是为什么在选举的时候 会偏偏的一直不停的漏下线 你今天得罪的是史瓦 地尼 或者是得罪菲律宾 然后那个或得罪女性 得罪理工男 这些都不是在选举当中 应该要有的态度 每一次的选举 我们都希望说是 你把你正面的政界 或者你想要好好的如何去换起 更多的选民给你的支持 可是我觉得看到现在已经选到荒调 他们选到荒调 已经是口不择言 那每一次的这个攻击 其实对他们来讲 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是因为败相已漏 所以口不择言吗 我觉得是他们自己的心态 可能是压力非常的大 但是就算是在这样的情况 因为考虑到一个政治人物 应该要有的EQ跟表现 如果你现在有压力的情况之下 你都会口不择言 你都会频频失态的话 如果国家整个交付给你 那怎么 你怎么能够信任他们 你怎么能够将国家托付给他们 所以我觉得张善政 其实到目前 因为之前他一直就想要选总统 后来是一直想要去跟任何人搭配 来选副总统 好不容易今天韩国瑜已经找你搭配了 请你冷静下来 你想想看过去 你曾经做过科技政委 你做过副院长 也做过院长 你的格调 你的这个高度 绝对不应该 格调高度到底在哪里 这个样子 好来 云霓 而且我想从一般民众来讲 我们都知道总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个就是国防 一个就是外交 然后他翻来两岸 因为其他内政还有行政院长 可是你从韩国瑜到张善政 他一连串的发言 这次当然就是又得罪了这个史瓦蒂尼 人家是代表自己跑出来讲话 更不要忘记 刚才也举了几个例子 不管是对菲律宾 对这个甚至越南 甚至非洲也之前那个兰花的事 我想大家还记忆深刻 甚至呢大马的这个农业部长 也曾经打脸去拜访 然后大马的这个议员 也曾经打脸 有个早餐会的事 对 然后呢他那个 他印象还很深刻 就是日本的事情 对 全部得罪光了啦 第一次拜会 25个 25分钟迟到 第二次是让这些 日本的研究台湾学者是被迟到 哇这个真的是太夸张了 你们想过我们外交官 在这边拼搏 也真的很累耶 对 那问题是这些 这些工作是谁的職权 就是总统的职选嘛 是啊 你现在就是要竞选总统大位嘛 就算不是你今天 作为一个直辖市的市长 你还是有负担 城市外交的责任 所以我一直在讲 这个奋计奋计的问题 就是说 你今天就算不是总统 你现在作为一个 中华民国的官员 你就是要把 跟我们的相关的 这个国际关系 一定要弄好嘛 对不对 因为尤其是台湾的外交处境 讲真的 真的很辛苦 对啊 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们不能够放弃 每一个跟不同的国家交流 友善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简单补充 其实那个 我觉得张三政 他做过行政院长 他完全不知道 现在那个贸易 国际贸易的情况 其实我们上周 才跟越南签了台 月保投资保障协定 因为现在这个 就是中国的经济在下滑嘛 厂商大量要出走到越南 东南亚这些国家 所以我们签这个保障 投资保障协议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其实小 就是蔡政府 他一直在推动 进入这个CPTPP嘛 然后还有像譬如说 也是同样这一周 有160个美国国会议员 呼吁要签订台美投资贸易 台美的贸易协定 所以其实这个 其实在台湾来说 国际贸易 这块东西 动得是非常厉害的 这块东西 感谢观看